歡迎大家收看 今天我們會看看Kaiser練習曲裡面的第五首 看看有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去留意一下 第一樣就是 在那個主要的音 在第一個音的下面 你會見到有一個F-Sharp 這個F-Sharp是想我們一手指是按住的 他不想我們一手指是這樣的 只有三手指按下去那個A 他不想我們有這個感覺 他想我們前面的手指 一和二手指都已經是放下了 即是按住這條弦的 這個也是Kaiser練習曲一樣 其中一樣想我們練習的東西 他想我們學會怎樣保留手指 習慣這個感覺 第二樣東西就是 手指早點準備 這裡就是要保留手指的 一手指按的位置就是F-Sharp 記住F-Sharp就不是F-Natural 1 2 3 2 2 3 1 2 3 2 2 3 1 2 3 2 2 3 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手指按在F-Sharp那裡 但是慢慢 1 2 2 3 2 2 3 1 2 2 3 3 2 2 2 3 一開始按F-Sharp 那我就按F-Sharp 為什麼 怎麼理解他呢 他一手指要我們按住 但是如果按住 那怎樣拉第二個小節 那個B-Natural 當然 你要用常理去判斷 如果要拉第二個小節 第一個音 B-Natural 你一手指沒有可能再按F-Sharp 那你很自然地就要在 第一小節最後那個音那裡離開 就不能再按E-String 你要按A-String 然後按A-String 但是 但是一手指也是按住 直到去第四個音 然後你一手指再放開 然後按D-String 按D-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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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件事 是我經常遇到學生的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太過照字面的 照譜上面的指示 太過表面地去理解 就沒有按那個常理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一手指的問題 我肯定會有 可能在學習的朋友會說 咦?我按住 那我怎麼按到譜上面的音 那你要用常理去判斷 那我們再看下去了 第五小節 還有另一樣就是 譜上面 什麼時候應該用空弦 什麼時候用四手指 這個也是另一樣 你用常理去判斷的 那個常理是什麼呢 好不好聽 到底你覺得 最後這個音 好聽一點還是 用四手指會好聽一點呢 為什麼這個會好聽一點呢 用四手指會好聽一點呢 如果你要 當然了 你的前提就是要按得準 如果你不按得不準 答出來了 那沒有可能是好聽的 為什麼要用四手指 A string 會好聽一點呢 因為 你是保持 A弦的音色 前面的三個音 已經是A弦的音色 我們不想在最後的音 才有一些 新的音色 所以我們想保持 延續前 之前的音色 所以用四手指就會好一點 你就千萬不要說 用空弦更容易 而且用空弦一定不會不準 音準是其中一個要考慮的東西 但是音色其實也是很重要 我們盡量不要等 我們不要覺得練習曲 就拉好一些音 拉好一些節奏 就算了 音色不用管它 到我們拉一些歌仔的時候 才去理會那個音色 這個時候你去理音色 就太遲了 如果我們要講音色的話 其實一開始 不論你拉的是一些手指練習 一些音階還是還是練習曲 音色都已經是這麼重要的 音準 音準 節奏 音色這三樣東西 不應該是視乎我們拉的什麼 然後才去著重 不應該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去到這個小節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空弦 所以這幾個音也不會是 它有一個延續的 整個小節是A弦 那你整個小節就是 應該用四手指 那這首歌呢 這首歌呢 這首歌呢 全部都是用一把位去拉 當然裡面呢 有些Sharp 有些Accidental 那樣 但是 練習的方法呢 怎樣可以 令到練習的時候 沒有那麼 即是有些變化呢 不會說 只是聽音準 只是聽節奏 之後其實是沒有變化的 真的沒有變化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除了一些 複合拍子裡面 常見的三個音一組 這種節奏 另外就是譬如一拍 那樣 是沒有什麼變化可言 那我們怎樣 令到這首歌練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覺得悶呢 我們自己給它一些變化 除了用上半弓拉之外 試試看可不可以用其他地方拉 可能用弓尖 用很少弓 但是你要保證 你要確保 你運弓的時候 不是只有第一個小節 是弓尖 而是整首歌 或者整段 都是用弓尖 而怎樣保證自己是弓尖呢 當然不是眼望到緊一緊 因為眼望到緊一緊 你又看不到譜是什麼音 那你是眼望譜 而眼尾 你會知道自己 是否保持響弓尖 所以你看到 你的注意力 不可以說只是用在譜上 我們的注意力又要用在譜上 眼尾也要知道 支弓在用多少弓 是不是響弓尖 另外還有音準 聽音準 不要給自己一個藉口 自己說 我要這麼多東西留意 那我怎樣做得到 你想回 現在你生活上 其實很多事情 都不是注意力 只是花在一件事上面 很簡單 你去過馬路 你過馬路的時候 都不是只看著眼交通燈 你還要留意車 身邊的人 留意對面線 對面線 有沒有人在過馬路 是不是 你同一時間在留意很多事情 所以不要說 你不能夠一同一時間做這麼多事情 而事實上 你就是要這樣做 如果你想拉好 如果你想在小弟琴上 可以拉得到的話 你有進步 你不能夠一同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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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要練習 要給一些變法 剛才你說 比如說弓尖 會不會可以在弓尖 會不會可以在弓尖 而如果你想有些變化的時候 你可以用三個音一弓的連弓去練 就算先生沒有這樣叫你去練 你也可以這樣練 那是不是只是連弓 可不可以再有另一些變化 為什麼不行 是不是可以四個音的連弓 加兩個音的staccato 最重要的是 你那兩個音的分弓 千萬不要用很多弓 你要儘量分清楚 連弓的就是全弓 staccato的兩個音就是很小弓 用弓尖和弓筋 千萬不要拉成這樣 我見過太多學生 就是這樣 把兩種運弓的感覺混在一起 什麼時候應該用多些弓 什麼時候用少些弓 混在一起 你一混在一起的時候 你不知道自己練的什麼 也可以反過來 開始的時候是兩個staccato 開始的時候 當你去拉這些弓法的時候 不要忘記自己一直拉一首六八拍子 一首用複合拍子的感覺去寫成的曲 所謂複合拍子就是 一拍是以三個半拍為單位的 一拍是三個半拍 一二三二二三 而當你拉一些小節有rest的時候 你也要這樣數 譬如最後那行 最後三個小節 或者最後四個小節 我會這樣拉的 或者這樣數 好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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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六 一 for matter 延長 應該要長 起碼一兩個半拍 如果你連rest的時候 你也可以數著這些半拍 正常你要拉一首用六八拍子去寫的作品 你就不會覺得不知道怎樣數 因為在你練習曲的時候 你的要求已經是這麼嚴格 你拉其他作品的時候 你一定都會做得到 我希望大家在拉這首歌的時候 不要覺得是一首很悶的歌 花多一點時間在中間 一些有accidental的地方 譬如在這一行 聽一下一些有natural 有sharp 有natural的音 譬如這個fnatural和fsharp的分別 到底你自己覺得這個分別明不明顯呢 這個是fnatural 但你會不會拉成 然後有sharp的時候拉成 剛才的問題就是fnatural太高 這個是fnatural太高 但是到fsharp的時候 你又拉成 fsharp又不夠高 這個也是常見的問題 高的音不夠高 不用那麼高的音你拉得太高 或者有些flat的音你拉得太高 這個就是常見的問題 大家拉這首歌的時候 去到accidental的時候 放鬆一點點手腕 另一樣最常見就是 如果你覺得音不準 是因為你的手腕推前 或者你的手指 或者你的手指弓 這些全部是很緊張 而這一樣東西 是會影響你的音準的 所以拉這首練習歌的時候 大家要留意 暫時去到這一刻 音準還是先行 音準就是關於左手事 你左手的感覺 有沒有保留手指 有沒有早點準備 這個是最重要的 希望今集幫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是葉遜欣 下一集再見 多謝